嗨 我是Amy 嗨 我是Li 我們是阿米安德里 今天要講什麼呢? 今天要講為什麼阿米安德里要留在日本 而且職場的話對於我們這種外國人來說 其實有很大的優勢 而且這個其實是我問了周圍的人 很多都有這種意義 大家都這樣覺得 尤其是我們做這種文書相關的工作 一個是我們做了一半的日本國內相關的工作 然後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跟海外相關的工作 然後大家都知道日本非常的對於海外沒有興趣 英文不是很好 就是很多日本他們都只會講日文 英文真的好差 對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又會講日文又會講英文又會講中文 因為你有看有FUKA SHI 他們的英文程度盤名到一個很誇張的低 我可以查給你們 然後他真的是上去接一個字都講得出來 當然不是每個人的工作可能都會用到中文 但其實你會是有一個英文就已經屌打一大堆人了 沒錯沒錯 然後大公司的話其實現在你如果只做日本國內 其實是 撐不下去啊 然後每個公司都積極想往外走 對 所以就變得說我們就變得很吃香 沒錯 我一直以來都在國內嘛 但是公司他現在想要往外走的時候 就會忽然找到我 對 至少做的事情會滿有趣的 像你也是啊 你是一個全新的東西嗎 對 就是你在美國你會變成那個西洩頭嗎 不可能吧 很難 對啊 可是在日本很常容易就混到這個 對 就是不禁不難得的經驗 對 就是一個滿難得的經驗啊 對啊 這你在台灣做不到 你在美國也做不到 就只有在日本才能做到 為什麼反正我們絕對是比他們適合的 欸 我去美國 就是大家很喜歡我 就真的是美國人好愛我 美國人也會覺得日本人好奇怪啊 很難以溝通 我在一團日本人之間我就自動發光 嗯嗯嗯 很容易會變這樣子 很容易會變這樣子 對 他會覺得他終於找到一個人類 終於找到 講出童話了 對 終於找到眼睛有神的人之間 我現在做的工作也是就是 包含日本跟就是中國跟新加坡 所以就會變成說 中國人會覺得日本很煩 然後新加坡人又覺得中國人有點 有點難告 然後日本人又對他們來說都不知道在幹嘛 對 所以他們就很容易找到我 我們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還是比較有優勢 對 沒錯 我覺得尤其是文組相關的工作 我真的就是還蠻適合留在裡面 我也覺得 對 就因為我們都是老鳥的嘛 他們對老鳥的尊重度也很夠 就你只要是老鳥說真的 你其實做什麼事 比較沒有人會敢說什麼 對啊 因為我已經覺得 我已經好像從忘記幾年前 就再也沒有擠過滿原電車 對 我也是啊 對啊 因為就是都比較自由 對啊 上班 我上班超級無理 對 我知道 對啊 我又走路上班 就是覺得很熱而已 對 一開始就是要熬啊 對 但你熬個一兩年 比起你在歐美可能熬個十幾年都一直在熬 還隨時會面臨被斬頭的風險的話 其實我覺得日本真的有他的好處 還有另外一個是我覺得 日本人他們是 當他想要用你的時候 他雖然不會給你錢 但是你只要他心想對 你會可以一直做有趣的事 嗯 對 他想到什麼他就會很小心 就是有趣差事會輪到你 他還會就是遵取你的意見 然後讓你自己可以選擇 甚至你可以告訴他說 那我想做這個 他們好像也都覺得還蠻OK 對 不只是美國 就是你看台灣本身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回台灣要幹嘛 對 沒有事情可以做 對啊 你做這個新世界這麼有趣 然後果然我是出版業的啊 我算是這個國家代表型的產業 我們現在是狂賣全球的 然後有很多新的東西 而且會有很多新的機會 台灣的話你可能就真的只能做翻譯 而且重點是心血就是不可能好 對 對啊 其實我有幾個朋友是有回台灣 發展過的 就是他們覺得想要回去試試看 因為畢竟可能又想要跟家人一起過 所以就回去 都回來 就是回日本 還是回日本 就是不習慣 他們就覺得職場環境也不是很好 就是好像是斷老闆啊 對對對 欸日本我雖然有點壞吧 但日本人很團結 我們會把他驅逐掉 超級努力的把壞老闆給幹掉 對 他們還好看不掉對不對 對 日本人會幹掉 日本只要一發動語論 跟一些大家生病 對 因為你知道我們沒辦法解僱人嗎 所以一旦生病公司就超困擾 台灣可能生憂鬱症的話就會解僱 對 日本人是絕對不會解僱 你休閒兩三年回來 他擺一個位子給你 如果灌老闆跟灌老闆的話很簡單 大家憂鬱症 對 立馬換 因為不行 因為我們沒辦法解僱社員 因為社員生憂症太困擾了 你就得一直養他 所以灌老闆 灌老闆真的在日本企業生存 就還是有 可是黑心企業除外喔 再次強調 就是你要是大公司 然後大公司 然後大公司還怕被告 怕被爆料 所以 我們就沒靠過啊 對啊 因為台灣還是比較多中小企業 連個新聞報的價值都沒有啊 然後會有很多那種靠關係啊 然後最後永遠都一直在位子上 另外就是生活環境啦 這個真的可以大獎 生活環境跟護照真的是很好 超讚 你又剛從紐約回來 我真的是絕對不要再去紐約了 因為真的真的真的又長有醜 路上就是垃圾散亂這樣 日本最棒的地方它就沒垃圾桶嘛 然後而且日本人公等信用話 我們大概都把垃圾帶回家丟 所以有時候覺得很煩 然後它的那個垃圾桶 不知道為什麼充滿了非常新的 威心那種廚餘類的垃圾 因為日本廚餘類基本上不會出現在大街上 廚餘類不能直接丟啊 那我們會有那個Processor 或者是反正就是基本上不會這樣 或者是你知道因為有生活在街上的人嗎 你不知道他有丟什麼東西進去 當然街友人就會有街友獨特的味道 然後還有大麻味啊 所以就是充滿了怪味 然後我回來就覺得 哇這裡好沒有味道喔 這就是有無香無臭的地方啊 而且地鐵也是很舊然後很老 然後又24小時 所以你真的是覺得很不想要走進去 喔而且我要幫巴黎證明 我覺得巴黎比紐約好多 真的喔 對巴黎只是屎多欸 事實上也是超級無理不好啊 就是那種紐約它是藥妝店 我住Meetown就是忠誠 忠誠其實就是比較亂 但是 關鍵話日子才是不會有人搶 可是你只要進藥局 比如說我只是想買個牙膏 牙膏是鎖起來好嗎 然後你還要按一個鈕 然後就媽媽來來來我幫你看 我只是想要買個牙膏 我只是想要買個牙膏而已 為什麼這麼麻煩 對那個就是一個無形中的壓力 在日本我買牙膏多開心 我直接被牙膏抓一隻就好了啊 那所以其實整潔程度 大家都有目共睹一些都知道 所以就還好 那我要說我覺得日本生活環境 真的比較好的其實有一個很大部分 我覺得他們的都市規劃得很好 喔是喔 對就是其實整體的那個故事結構啊 然後跟一些衣服啊 就是比如說水道啊海水信口啊 就是都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畢竟他們是個嚴禁的民族 對 然後又會定期的做都市翻新啊 對對對 因為我真的回台北 我就覺得台北真的是 不知道在幹嘛 對對對 你講你講你講 就是真的是 第一個是說我覺得 就算是很貴的地方 很貴的地段 當上還是很醜 就是我的醜不是說那個設計 我是說因為他們都沒有在維護 對 所以就會變成說其實 喔外牆會沒行 外牆都沒行 喔對對對 因為日本真的會定期洗 沒寫然後可能公園裡面 就是也沒有維護的那麼好 對日本公園也維護的好好喔 就有人說其實你就會覺得一個都市 就是它是井然永續 然後有在規劃設計 有一直在維護 就我在日本會覺得我的設計 我很願意教 對 因為他們真的有在經濟 對 然後我想到 比如說就算你一開始住 比較便宜的地方 它的東西也不會弄到管 就是它不會門歪掉 或是門關不起來 對啊對啊 很容易門關不起來 紐約我公園超貴的喔 然後但是你知道它是一個 舊的旅館翻新 你知道嗎 它的櫥櫃門 所有的門都是 不是對起來 我真的照了一張 可以發現給大家看 它所有的都是歪的 然後我的牆是歪的 然後我的櫥櫃上 這櫃門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釘子 然後有另外兩個洞 它釘錯 而且還差超多 你知道釘到哪去 你是不是 偏喝酒偏釘嗎 就是你在日本 是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 可是我覺得這個其實真的是 世界各地都有發生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東南亞發展得還不錯 所以就是會有很多福利堂皇 那種就是貨物中心 但是他們真的是 滿會忘記的 我們大家常抱怨它很龜毛 可是就是因為他們 人個性這麼龜毛 所以所有的環境都很整潔 然後所有的做工也都很細 對 這樣很好 謝謝他們做的龜毛 對 然後房價 因為美國現在房貸年齡率7% 超高 然後你知道他們 他們不是買新房 因為像你都 他們是買舊房 然後日本 真的大家來日本買房好了 我覺得 結果因為日本現在舊房 它裡面都會裝得超級漂亮 對啊 我還要講個就是 我們的 我的房 在佔我的收入比很低 為什麼 對啊 如果是算就是 睡前收入的話 我大概就是低於兩層一下 嗯 出發 就是 對